國慶充公所結了四年 今天他再去在北山國中 基本第41次的全鄉運動會 今年他快樂運動 健康沒疼為主題 有總共1400個月的選手來參賽 除了希望提供全民運動 竟可以讓鄉民 就由比賽來真正感情 現場的氣氛是非常老實有夠刺激 兩種的國慶 加上精彩的表演 為今天的運動會流來開場 為了提升國慶充來國慶充其民旨感的感情 不要鄉親有健康運動的好習慣 國慶充公所今天早上在北山國中 基本第41次的全鄉運動會 現場來到國慶充 國中一直在國慶充的參賽選手 一起加油團 在那國是全鄉總統完 中民是非常老烈 就是可以知道別人的實力 然後也可以展現自己的實力 就是這次的相遇 就是比我們學校運動會的時候 人真的還要多很多 就是非常的熱鬧 然後就是很 就是覺得大家實力都很好 很開心 大家的村民也很期待這個聚會 四年半一拜讓我們學校 村民和學生和大大小小 快樂過一天 對我們的身體也很有幫助 所以辦這個相遇是很有意義的 這次的運動會 剛才會選出鄉蘭最優秀的選手 代表國慶充養養養養養 雙充的就是社區之間的儲備競賽 本來當中有比賽活動 年度感染 竟然讓鄉蘭 不管是大人還是小朋友 都能夠共同參與 那我們今年是村的部分是採用氣味競賽為主 那個學校的部分是用田徑的部分 用選拔來做一個預計的部分 來參加現運的一個基準 那我們今天動員的學校跟村 有一兩千人來參加 鄉蘭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為我們國慶鄉選拔我們體育選手 因為國慶鄉是住在山區 我們的子弟圖片體能都相當的好 今年的一個鄉蘭有很多序位競賽 那序位競賽主要就是 聯絡村與村的感情 江蘭表示 原本有一次四年辦一次專鄉運動會 因為近年來在今將將改善 未來也要考慮變成兩年辦一次 甚至是大黨都可以來基盤 四月十八月 在鄉里遊園地也有基盤遊園比賽 歡迎民眾共同參加 這會來為選手加油 接下來的有選擇 蔡英文報道 大家 拜拜